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不好意思 我缺席了三集 先多謝Kate和李俊榮幫我主持三集 阿榮很受歡迎 說不說播也要叫他來 很厲害 阿榮 預了一位給你 所以就… 我走的時候就頂了 這個觀眾就說 有沒有播要找他 一定要找他 有播要 我走的時候就由阿榮說 阿榮講播 好 所以我們已經有一個預用的節目主 預用的後備代表 其實我們多說26集就要讓Kate和阿榮在這裡教 這麼同育女組合 是的 還在我們兩個老差說什麼 不要了 我要退役了 我知道不在那三集 其實除了世界盃 或者其實早陣子說到支持粵語運動之外 我想大家最近最關心的議題就是 關於就是… 最近大家知道就是有一個叫刮警案 司法程序完之後發現到就是為何這個掛警的那位女事主是可以輕判 在網絡上面其實都看到很多人對於這個司法機關用一個重輕法落的手法處理這個案件 是有很多意見 同時也會見到就是為何這個所謂叫富家女 為何可以重輕法落 但對於社運人士就落足心機和材料要重判呢 亦都很多人會懷疑到會不會是司法不公 又或者是司法會不會是真的 有錢的就豐鬆些 沒有錢的或者是反政府的就主重些 司法就掃落不公 這個從社會功能上面 因為司法界就是這個社會的其中一個建制 大部分大部分 尤其是在普通法那裏做法官 律師 都是那班人來的 檢控那班人 都是從律師出身 律師本身是這個社會建制的很重要的部分 他去看這個社會裏面的政治經濟的問題 其實他有一個定見的 大致上 實際上這個法律也是由這些定見慢慢累積過來 所以你說作為司法這個系統 他一定是比較保守 以及是維護現在的制度 只有現在的制度真的腐敗到 這班人覺得有改變的時候 就顯示到司法界對於反抗運動的支持 這個不是沒有的 例如美國民權運動 拒絕楊偉比白人的女士 最後聯邦大法官就判了他得席 開始了民權運動 所以其實這個司法系統 或者司法制度 本身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他必然是維護現在的制度 當然裏面也不是截白一塊 有些人對這個制度不滿意 他就會寬鬆些判 所以我們看包子金的女士這件事 如果涉及社運人士來比較 其實從幾個角度來比較 社運人士、有錢人和普通人 是三個的 如果用兩個來比較 比較不了的 這個對於很多普通人來說 這個國家機器對他當然是無情 他亦都在這個國家機器的波籠下 其實沒有什麼話語權 也沒有什麼談判權 除非你犯一件事很大罪 有律師和你辯護 但這個律師本身 是否會和你盡力辯護 那個法官不會有心機看完整個案情 其實也未必的 你看到法庭處理民事案件 有錢人和有錢人都爭 我們看過 小甜甜和家公爭 陳振聰和另一個人爭 你看到他們自己鬼打鬼的時候 這個法官就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如果他們影響力 大家差不多 公正一點 如果影響力是有所不同 就是那個分量有所不同 可能法官都會受影響 或者是這班人裡面涉獲問題 某個有錢人更加接近法官的價值判斷的時候 就有機會得值 如果你從民事案大量的民事案 爭產權是最無謂的 你自己打死他 自己打死他 只是浪費錢而已 或者欠錢 當然窮人和有錢人對他用民事輸定 其實維護一定的公平 就是有錢人和有錢人的公平 現在在香港 有錢人和中產階級 都不能跟他匹敵 所以中產階級很害怕 因為中產階級不可以用法援 所以他一打的時候 輸給李嘉誠 所以中產階級感到不平等 但老實說 在刑事案上 中產階級有受惠 因為刑事案 你可以聘請好好的律師 十萬八萬洗得起 普通人洗不起 就像豬肉一樣 普通人在整個法制 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其實是最吃虧的 這是沒用之餘的 你將社運人士和普通人比 社會人士受到少少優惠 有時是受到不公平對待 為什麼呢 當我們的社會 是這麼合理的時候 某些在制度裏面 人覺得這個政府也不合理的時候 他便會輕判我們 他給自己看 沒有理由 敢示威都要襲警 他覺得不是 普通人是最無辜的 當然在很多法官裏面 有些比較同情 普通人都會放 無辜的普通人 這些法官是沒有運行的 其實好像阮偉明法官 我覺得他沒有運行之徒 他比較寬鬆 可以對待一些反 包括社運人士 包括權貴 包括自金 包括普通人 我想我也會放過普通人 所以針對院官來說 你不能夠 一見到他放了包子金的侄女 就說他是賊 有錢人下 如果跟他做一個中向比較 他自己和自己比較的話 這些就先做了 即我做了這麼多單 原來他… 有一個中向比較 也有一個橫向比較 如果對院官公道 或者對院官公道就是這樣 不可能亂罵他 看回整件事的時候 其實不能夠單靠這件事本身… 但傳媒很差 有時網民更差 隨便見到便說 但我不是想得罪網民 你這樣做是你的權利 言論自由 發言論是你的自由 但如果心夠之比較好 其實如果我從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會不會這件事 就是有某些網民 某些人很大程度上 借這件事 去將自己某一些特定的訴求 即是說出來 譬如可能 我知道上星期日 就有一個二三百人的示威 就由立法會去… 有很多警察 那裏 我也在 我在這裏 我給幾個 我看他 不知道是否退休警員 還是警員 就兇我 說抽水 我抽什麼水 我心裡說 你都白癡 你不參加遊行 我參加過 你搞過二三百人的遊行 喊口喊都不會喊的 你說我抽你水 你真的說什麼 所以警察是很活該的 最事故就是這班人 抽什麼水 那天罵我那個 那個警察又肥又大 好像老虎狗那樣 帶著老婆子子去 在那裏裝了東西 那你說要保障警權 我當然說 制警權保障人權 警察是人 警察作為個人來說 都是人權 我現在為什麼一定要尊重你的警權 警察作為一個人來說 我當然是尊重你的權利 警察之作為警察 要保障警權 保障警權 警權已經過大了 警察條例給他過大權力 現在我們很多 過時的殖民地法例 又給了過大權力 那有什麼問題 老實講 有幾個敢掩護警察 有誰掩護警察 運行 保障什麼 講笑 講笑 你喝醉酒 你欺負了東西 很簡單 警權大到怎樣 拿了人家的車 來做機械 這樣也追不到 因為警察真的有權 去徵用那輛車 撞爛你車的那個人 應該負責 不是警察負責 我叫他就是這樣 那警權還需要? 警權在香港不需要 所以我們剛才也說到 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司法本身是否有所謂中立性 其實剛才長毛說過 其實都好視乎法官本身的著性權 但在制度來說 他沒有中立性 因為他本身天生是維護建制的 剛剛看到我們這一節時間 去到這裏 下一節我繼續說 司法權本身 究竟有沒有一個所謂中立 或者政治性在哪裏 待會兒見